今天再来分享一款的包包 这个其实做法都差不多 只是说可能造型不大一样一点点 那么这个纸形这里尺寸在这边 就是这边的长度是24C 那么下面比较大一点是29.5C 那么在下面这个V型这边的长度是20C 那么这边的高度是18.5C 那这里你们试试自己去画 那么这剪出来这个铺棉 铺棉就是后面有颗粒的能够粘 就是比较厚的两片 那剪出来这个不需要留缝分 就是边边不用粘 两片 那么这个是里布里面的 然后画出来 画出来这边边要留 差不多1CM或者1.5CM 可以 两片 那么这个是表布 那这里是用牛仔裤剪下来的 两边 这个要留缝分 这是边边要留一点出来 那么这个是它的上面那个盖 那么它的盖呢 我就设计这样子 旁边长出来的 那么这边一边就是左边比较短 那么右边比较长 长16CM 这边比较短的9CM 这边呢就22CM 我在这里上方都有画一点弧度 那这叉叉是会安装这个磁扣 就是这种磁扣 这个是毅力比较厚的在下面 这个比较薄的在上面 那么这个上方和下方 这个上面的部分 我就剪出来的时候 要留缝分 那么这个下方部分呢 剪下来 一定一样的留缝分 就是画的时候 有没有 一个是这样子的画 一个是要翻过来画 那么两个就会在一起 就是这边是正面 下方这里也是正面 不要刀撞了 那么这个盖子一定要有厚度 所以我就用铺棉跟这个 这个硬不称 硬不称这个去缝纫店 麦针线店都有哦 就是它有薄也硬 那你可以买硬一点 那我为了不要感觉 我的这个盖子也比较硬 所以我就放了铺棉 这个粘的时候颗粒要向上 这个粘的时候 这个粘的地方要向下 方向有足备 就是一边 会粘这个 用熨斗 熨瓶 这个也是用烫斗烫平 那么 烫斗熨瓶的时候 这个会粘住 这个也是会粘住 那两天呢 就等着等下用 就等着等下用 那么这个是它的 它的这个里面的盖子 我就画两片 两片 总共做两份 这个要留边 旁边留一点 等下吃的时候 要留一个扣在下方 浓一方出来 这个是第一环的部分 就是旁边 两边 所以画出来6.5线乘14线 画出来过后就截出来 然后就这样子折 直接折这些车不用方那么麻方 然后就压线上面一条下面一条 就压线出来 那么在这里呢 要把它固定 就是先扯一扯 等一下 放旁边 等一下会用到 这个是已经测好了 这个是已经测好了 这边有一个口 旁边就 剪掉 等一下容易放 放旁边 放出来呢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边上面就扯一条线 压一条线 现在是先开始做这个里布先 然后我会把这个两边 车缝起来 这个要对准它 然后这个部分就车起来 这个四边都要 那这个已经车好了 翻过来 刚才车的这个 带子车缝在这个地方 那车的时候呢 这里要来回蒸 这里要来回蒸 然后车中间线 这里特别要加强来回蒸 这里也要 它就会比较耐 就好像这样子 这边有两个带子 就比较好放东西了 这边也车了 然后就把这个粘起来 车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样子车容易歪的话 就从中间对准中间 先车上去 这里再车旁边过去 然后这个地方剪牙口 在葫芦的地方剪 剪牙口 然后翻过来 然后翻过来 这个也是烫好了的 那么这个是比较硬的 硬的硬不称 这个是铺棉 把它车起来 所以现在要从 这里车到这里 胖歪也是一样 从中间吃起也可以 吃好了 在这个弧度的地方呢 剪 剪牙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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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出来 这个旁边压线 压一条线 车缝 然后预备这个 比较薄的这个 驰扣 这个比较薄 然后在这里 盯起来 用这个拆线器 挖两个洞 然后把它 穿进去 穿进去过后 这边有一个贴片 放在这里面 然后跟它压 不能压用贴厨料 然后就拿这个表布 包 这样子放 然后就拿这个表布 所以在这里要车缝固定先 所以要把这个磁扣给放上去了 这样对好了 大概在那里 做个记号 然后用这个拆线器挖两个洞 放上这个铁片 这个铁带把它粘接起来 粘接起来 那么折好了 里面是这样子的 四个袋子 然后现在把它装进去 套进去 全部连盖子这里都要套进去 那么就对整齐 对整齐过后 就要车缝一圈过去 那么前方这里就留一个口 留一个口来放 旁边也可以留口 如果旁边留口的话 那前面就不用留口 你喜欢或者下面留口 那么上面就不用留口 因为我这里又忘记留 所以我就留在上面了 那么这里有一个洞 就把它全部翻出来 那么这个洞就把它 侧缝起来 就压线一圈 那行的 这么多也就只要 货帆 老公 那看 我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